在了解了博弈论的基本概念之后 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探讨 不同类型的博弈 他们是怎么达到均衡的 对吧 我们这里又提到了一个均衡概念 我们知道均衡是我们美观景学 非常重要的 必须要求解的一个部分 因为均衡代表了经济的最有效率 代表了最优 代表了我们想达到的一种稳定的状态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 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条件下 纯策略博弈它如何达到均衡 我们之前说了 完全信息的静态博弈 它包含了一种纯策略博弈 和混合策略博弈 那么这种纯策略博弈和混合策略博弈 它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 我们现在还不讲 这个还没讲到混合策略博弈 我们先看纯策略博弈 何谓纯策略博弈 纯策略博弈就意味着 这个参与这个任何一方 他在做出他的这个策略选择的时候 我们之前讲了参与人和参与人策略的概念 对吧 参与人选择他的参与策略 是以确定的概率 也就是说百分之百的概率 去选择他的一个策略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 就拿我们这个假仪良厂商来说 假厂商说 我在选择和你已合作 还是不合作这个策略的时候 我选我选合作那我就能确定的选合作 而不是说我可能会合作吧 我大概有百分之五十的几率跟你合作 百分之五十几率跟你不合作 他是不是以这种概念的方式去选择策略 而是以我就是跟你合作 或者我就是跟你不合作 这种方式来进行选择策略 那么这种方式选择就叫做纯策略的博弈 那么了解了纯策略的概念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一个新的工具 它叫做支付矩阵 支付矩阵是我们在这一阶段 研究博弈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工具 首先我们来看支付矩阵 它是由哪些要素构成的 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博弈论研究过程中 涉及到三个非常重要的要素 分别是参与人 参与人的决策和参与人的支付 对吧 那么我们的支付矩阵 也一定会包括这三个方面 首先来看参与人 假厂商 以厂商 对吧 虽然它标的是假厂商的策略和以厂商的策略 但它其实代表的就是假厂商和以厂商 那么这是参与人 那么每一个人 每一个参与人的策略呢 假厂商的策略 合作不合作 以厂商的策略 合作和不合作 这是参与人的策略 那么参与人的支付在哪里呢 下面这个矩形就是参与人的支付 我们具体来看 在假厂商选择合作时 以厂商如果选择合作 那么他们获得的支付就是五六 对吧 在假厂商选择合作的时候 如果以厂商选择不合作 那么他们获得的支付就是一五 我们分开来说的话 如果假厂商选择合作 以厂商选择合作 假厂商所获得的就是五 以厂商所获得的是六 如果假厂商选择合作 以厂商选择不合作 那么假厂商获得的是一 以厂商获得的是五 这是我们分开去说 那么 在假厂商选择不合作的时候 如果说以厂商选择合作 那么 假厂商获得的效用是七 以厂商获得的效用是一 在假厂商选择不合作 以厂商选择不合作的时候 假厂商获得的效用是二 以厂商获得的效用是三 那么很明显的我们看出来了 在支付矩阵中表示 支付这一部分 每一个小的支付的函数里面 或者说我们把它叫做 每个小的支付的矩阵里面 前面这个代表的是假的支付 后面这个代表的是乙的支付 他们所对应的行历的坐标 就是他们所选择的策略 对吧 比如说五六对应的就是合作 合作 一五对应的就是合作 不合作 七一对应的就是不合作 合作 二三对应的就是不合作 不合作 对吧 这是我们的支付矩阵 大家一定要把支付矩阵 会看会用弄懂 因为这是我们博弈论的 学习的一个重要的工具 如果支付矩阵 你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看不懂的话 那么博弈论的学习 可能会寸步难行 好吧 我们了解了博弈论支付矩阵之后 我们继续往下看 在我们去寻找 存策略博弈的均衡之前 我们需要了解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叫做条件策略 及条件策略组合 条件策略 及条件策略组合 不仅在我们 现阶段的学习要用到 我们在以后 就是学习到 混合策略博弈 和这个 完全信息条件下的 动态博弈中 都会有这个概念 推广过去 所以这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概念 因为我们要通过 条件策略组合 去寻找我们的 均衡的状态 我们来看 什么叫做条件策略 什么叫做条件策略组合 在一方做出选择的条件下 这是前提条件 在一方做出选择的条件下 我们把对应的最优策略 叫做条件优势策略 或者叫做相对优势策略 或者简称条件策略 把这一条件策略 相联系的策略组合 叫做条件优势策略 或相对优势策略组合 简称条件策略组合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 需要注意的是 条件策略 它是不同于条件策略组合的 为什么 对吧 很明显 我们看它的名字就不一样 它的定义也不一样 条件策略 它说的是什么 它说的是一个策略 是你选择合作 还是不合作 你选择的这个策略 而条件策略组合 它是什么 它是你这个策略 所对应的那个组合 它包含了 另一方做出的选择的条件 也要包含进去 举一个例子来说 假设说 在一场商选择合作的条件下 我们来看 在一场商选择合作的条件下 假厂商如果他选择合作 他获得的收益是五 选择不合作 他获得的收益是七 那么很明显 在一场商选择合作条件下 假厂商 他的条件策略是什么 是不合作 注意 他的条件策略是什么 是不合作 是不合作这个策略 而此时 他的条件策略组合是什么 是不合作 合作 也就是说 假选择不合作 一选择合作 是什么 是这个组合 是这个策略的组合 所以他们的区别 大家明白了吧 那么 我们很好的 就可以很方便的去找 什么是条件策略 什么是条件策略组合了 对吧 对于假厂商来说 当一场商选择合作时 他的条件策略 就是不合作 条件策略组合是 不合作 合作 当一场商选择不合作时 他的条件策略就是 不合作 他的条件策略组合就是 不合作 不合作 那么我们再来看 一场商 一场商 当假厂商选择合作时 他选择合作的收益是六 选择不合作的收益是五 那么他怎么选 他肯定选择合作 对吧 所以当一场商 当假厂商选择合作时 一场商 他的条件策略是合作 注意 我再跟大家 再强调一下 这个条件策略和条件策略组合的差别 我们在说条件策略的时候 大家注意 我提加了一个前提 对吧 在假厂商选择合作的时候 一场商选择的条件策略是合作 在这个情况下 他的条件策略组合是合作 合作 对吧 我们在说的过程中 要注意 加到 一方做出选择的条件 也就是说一方 做另外一方 做出了一个什么样的选择 如果没有另外一方 做出这个选择 这个条件策略 是不存在的 如果你已经说了条件策略 你后面直接说条件策略组合 那么你可以直接说 比如说像刚才我说的 在假厂商选择合作时 一场商的条件策略是合作 他的条件策略组合是合作合作 如果说你之前没有说这个条件策略 就你没有说过这个前提条件 那你在说条件策略组合的时候 你最好还是要说一句 对吧 如果他直接问你条件策略组合是什么 你就说在假厂商选择合作时 一场商的条件策略组合是合作合作 虽然这里面有重复的内容 对吧 因为你选择合作合作 就意味着假已经选择了合作 但是你在这个合作合作中 没有表明 是随先做出的选择 所以你还是最好把前面的条件再说一遍 那么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的这个例子 那当一场商选择不合作的时候 以的选择合作支付是一 以选择不合作支付是三 那么很明显 在假选择不合作的时候 以的条件策略是什么 是不合作 以的这个条件策略组合是不合作 不合作 对吧 这是条件策略组合 条件策略组合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我们要通过条件策略组合 是去求解纳实均衡 那么什么是纳实均衡呢 我们首先来看纳实均衡的定义 当双方条件策略组合相同时 这个时候任何一方都不再有单独改变策略的倾向 注意这里面有一个词需要大家注意 是单独 任何一方都不再具有单独改变策略的倾向 这个时候整个博弈就达到了均衡 博弈均衡就是博弈各方最终选取的策略均衡 策略组合 也就是说均衡是什么 是他们最终选择的这个策略组合 是博弈的最终结果 是博弈的解 称为纳实均衡 纳实均衡是博弈的解 是什么 是他们最终选择的这个相同的条件策略组合 那么我们对纳实均衡可以这样定义 纳实均衡指的是参与人这样的一种策略组合 注意跟大家说过吧 这是一个策略组合 即在该策略组合上 任何参与人单独 单独改变策略都不会得到好处 或者换个说法 如果在一个策略组合上 当所有其他人都不改变策略时 没有人会改变自己的策略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策略组合就是一个纳实均衡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两点 一个是纳实均衡 它是一个策略组合 这个策略组合就是我们所谓的双方达到相同的那个条件策略组合 这是第一个需要注意的 第二个需要注意的是 在这个策略组合上 任何一方单独改变都不会得到好处 是单独改变都不会得到好处 如果说两方同时改变 那得到好处了 算不算呢 它就 如果两方同时改变 但是单独改变的时候 它不会得到好处 那么这依然是一个纳实均衡 即使它两方同时改变 得到了好处 我们进行再来看 在这里面需要注意的是 一 改变 单独改变策略 是指任何参与人 在所有其他人都不改变策略的情况下 改变自己的策略 就是说明这是一个单独改变的情况 其他人也同时改变策略的情况 不在考虑之内 之前说了 如果说两个参与人同时改变策略 是两个人的情况都得到改善了 不在考虑之内 不能否认我们之前的这个均衡是纳实均衡 那么有此衍生的 大家应该会想到一点 纳实均衡可能怎么样 纳实均衡可能不是最优的 对吧 它可能会有一个结果 比纳实均衡的结果更好 这是我们现在存疑的一个点 那么后面是不是这样 我们慢慢给大家揭开 第二个 不会得到好处 是指任何一个参与人 在单独改变策略之后 自己的支付不会增加 这个不会增加 包括了支付减少和支付不变 支付减少很明显 我们知道对吧 如果说他改变策略 支付减少了 那他傻子才不变呢 对吧 那么我们重点讨论的是支付不变 为什么他支付不变 也不会让他改变策略 是因为我们知道 如果说他改变策略的话 就意味着只要他做出行动 就一定会承担成本 那举我们刚才两个厂商 他选择合作和不合作的例子来说 如果说家里两个厂商 最终在合作上面达成了一致 两人一起合作 这个时候 一厂商 这个老板脑子一抽筋变卦了 说 我看这个 这个假厂商的这个老板 长得比我还帅 我决定终止跟他的合作 那你合作都签了 你不得给人违约金吗 对不对 那你改变出现了成本 对吧 而且我们知道 在博弈的环境下 任何一方改变策略 任何一方的行为和策略 都会对另一方产生影响 那么既然你改变了策略 就会对假产生影响 那么假相应的也会改变策略 那么最终博弈的结果 本来达成了一个均衡结果之后 最终博弈的结果会导向何方 我们无法知道 那么就存在着风险 所以在你改变策略 存在着成本和风险的话 只要你改变支付 只要你改变策略 你所带来的收益不是增加的 你所带来的自己的支付不会增加 那么你的改变策略 就是不合适的 就是亏的 就是亏损的 对吧 所以支付不变 参与人他也不愿意单独改变策略 这是为什么我们说 这种优化的情况 只包括你的支付 或者说我们所说的 你的收益增加 你的这种支付不变 或者说你的收益不变的情况 也不包含在内 这是由于他存在的改变的成本和风险 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两个问题 尤其是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一个 任何的改变是指单独一方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很多人同学在这里犯糊涂 把这个拿水进行找错了 是单独改变策略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那么说了这么多 对吧 千年后后讲了那么多 从支付矩阵到条件策略 到条件策略组合 然后我们还说了 纳石均衡的概念 以及需要注意的一些方面 我们到这里为止 终于可以去 怎么去求解纳石均衡了 那么我们怎么去求解纳石均衡呢 我们用划线法来确定纳石均衡 首先我们把整个的支付矩阵 分为假的支付矩阵和乙的支付矩阵 当然这是对于最初 我们对支付矩阵非常不熟练的时候的一种做法 在大家看过一两次之后 我觉得大家听完我的课之后 就不需要这一步了 其实这一步 只是出于对他的尊重把它写上面 我感觉以大家的能力都不需要单独分开 又浪费时间对吧 没有必要 我们直接就在这里面看就可以了 把它分成支付矩阵之后 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 对于假来说 他的支付矩阵其实就是5和7 在最开始叫支付矩阵的时候 已经跟大家说了 对吧 就是乙选择合作是假的支付矩阵 在乙选择不合作的时候 他的支付矩阵是1和2 那么同样的 在假选择合作的时候 乙的支付矩阵是6和5 在假选择不合作的时候 乙的支付矩阵是1和3 那么我们就把假和乙的支付矩阵 区分开了 这样是不是要区分 在不同情况下 不同的决策会带来什么样的不同的支付 让我们的条理更清楚一些 那么我们继续来看 区分开之后 在双方的支付矩阵中 找出每一列的最大者 并在其下面划线 那么我们先不管他为什么 对吧 我们先按照他的这个步骤来 先划呗 对吧 第一列7 第二列6 第二列第三列2 第四列3 我就帮大家划好了 那么划好线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 他还有什么幺蛾子 只要已经划好的假的支付矩阵 和乙的支付矩阵合并起来 得到如我们给大家已经合并好了 这个支付矩阵 最后呢 在带有下滑线的整个支付矩阵中 找找什么呢 找两个数字下均有下滑线的这个支付组合 那么该支付组合所代表的策略组合 就是纳什均衡的策略组合 注意 是该支付组合的代表的策略组合 到时候大家问你支付组合 这个纳什均衡是什么 你千万别把这个2和3给我写上去 大哥们 你们一定要给我写这个不合作合作 对吧 这才是真正的策略组合 是他所代表的策略组合 才是真正的纳什均衡 那么有同学会问了 说凭啥呀 凭啥们画这两个线就能确定出纳什均衡来呢 有这种求知的想法是很好的 我来给大家慢慢来说 好吧 我们知道纳什均衡 它实际上是什么 它实际上是两个重合的条件策略组合 对吧 实际上就是两个人正好选择了相同的条件策略组合 那么我们就来看 条件策略组合 它是由条件策略所连带的条件策略组合形成的 对吧 那么其实我们去找 加以它在不同情况下条件策略组合和条件策略 就可以确定了 对吧 那么首先来看 在以选择合作的时候 假的条件策略是什么 是选择不合作 对吧 假的条件策略组合是哪个呢 是不合作 合作 我在这里 只是 把这个支付组合圈起来 圈的虽然是支付组合 但我实际代表的是 它的这个 它所代表的策略组合 它所代表的策略组合 才是我们最关心的 这里需要大家注意一点 就是我为了方便 因为我不能去这么圈 对吧 我为了方便给大家说 我才圈了它的支付组合 那么我们看 我们圈的是这个支付 圈的这个策略组合 合作 假 不合作 以合作 然后 以的 不合作 以选择合作条件下 假的条件策略 是什么 是 不合作 是我们画下的这个7 对吧 所以 我们 先把这个找出来 然后 以选择不合作的情况下 假 选择什么 假的条件策略组合 是 不合作 不合作 在以选择不合作时 假的条件策略是 合作 注意 我圈的是支付组合 但是它 我想实际想要代表的是策略组合 那么 我们看完假的 我们再来看以的 以 在假选择合作时 它的条件策略 是 合作 对吧 因为6比5大 它的条件策略组合是 5 6 那么 在 假选择不合作时 它的条件策略 是什么 是3 它的条件策略组合是 23 我们之前说了 要找什么 要找重合的条件策略组合 哪个条件策略组合 重合了 23 那么 其实我们也发现了 我们所画的线是什么 是条件策略 如果说 这个地方 画线了 就代表它是 假的条件策略 我们曾经把它选过一次 是因为什么选的 是假选的 这个6下面画线了 我们曾经把它选过一次 是因为什么选的 是因为1选的 那23下面都画线了 我们代表我们把它选过两次 一次 一次是2 因为是假选的 一次是3 是因为已选的 那么 假以都选到了这个条件策略组合 所以 它是这个重合的条件策略组合 所以 它就是 我们要求解的纳式均衡 这也就是 为什么我们用这种 在下面画线的方法 能求解出来 纳式均衡的原因了 当然 这是它的过程 大家在实际操作中 只要 夸夸一画线 对吧 纯策略 博弈条件下的这个纳式均衡 求解就很好求了 那么我们终于把纳式均衡求出来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纳式均衡 它到底还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对吧 我们求解出纳式均衡之后 我们来看一看它的特点 第一呢 是它的存在性 存在性就是存在与不存在 在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中 纯策略的纳式均衡可能存在 也可能不存在 注意 我在这里加了一个纯策略的 为什么 因为 不光是我们现在在讲纯策略 而是因为 我们后面涉及到混合策略的时候 混合策略 有一些不同于纯策略博弈的一些特性 所以 我们只说 在纯策略中 纳式均衡 它可能存在 也可能不存在 我们来看看 这是一个什么的情况 我们来看下面这个 左边的这个例子 假场上选择合作的时候 一场上选择合作和不合作的支付 分别是6和1 那么在假场上选择合作的条件下 一场上的条件占优策略就是6 那么我会在6下面划线 在假场上选择不合作的条件情况下 一场上选择合作和不合作的支付 分别是3和8 在假场上选择不合作的条件下 一场上他会选择不合作 对吧 他的条件策略是不合作 他的条件策略组合是不合作 不合作 所以我们在这个8下面画个线 那么同样的 在一场上选择合作的时候 假场上他选择合作和不合作的支付 分别是4和7 所以他的条件策略是不合作 他的条件策略组合是不合作 合作 我们在7下面画一个线 在假场上选择 在一场上选择不合作的情况下 假场上选择合作和不合作 他的支付分别是9和2 所以这个时候假场上他的条件策略是9 他的条件策略是合作 我犯了我刚才反复强调的一个错误 对吧 这个支付组合和条件策略组合是不一样的 我只能说一场上在不合作的情况下 假场上的条件策略是合作 而不能说是9 大家注意啊 我都犯了这个错误了 在一场上选择不合作的条件下 假场上他的条件策略是合作 他的条件策略组合是合作不合作 对吧 那我们在9下面画线 那么很明显的 没有任何一个支付组合 他下面画了两条线 所以很明显 怎么样 这个纳什均衡是不存在的 所以说纳什均衡 它可能存在 可能不存在 那么有同学说了 那如果纳什均衡不存在 怎么办 不存在也没关系 我们就大大方方的说 它不存在 又不是我们写的支付组论 又不是我们设的 不存在凭什么赖我们 对吧 不存在就不存在 这是他的第一条特性 它可能存在 也可能不存在 但是注意 是在纯策略的情况下 第二个 唯一性 唯一性是指 在纳什均衡存在的条件下 这个纳什均衡 它可能是唯一的 也可能是不唯一的 那么我们来看 什么情况下 它会不唯一呢 如果它是这样的一个支付矩阵 我们看在一选择合作的情况下 假的条件策略是合作 它的条件策略组合是 五六 对吧 很明显 因为五大于四 在一场上选择不合作的情况下 假场上 它的条件策略是不合作 它的条件策略组合是 不合作 不合作 因为三 因为二大于一 不好意思 因为二大于一 那么 很明显 我们在五和二下面划 划横线 在一场上 在假场上选择合作的情况下 一场上选择合作和不合作的支付 分别是六和四 那么一场上 在假场上选择合作的情况下 它的条件策略是合作 它的条件策略组合是 五 是这个合作 合作 对吧 我们在六下面划线 我感觉差点又说错了 在假场上选择不合作的情况下 一场上 它选择 在假场上选择不合作的情况下 一场上 它选择合作和不合作的支付 分别是一和三 很明显 三大于一 所以一场上的 这个条件策略 是不合作 它的条件策略组合是 不合作 不合作 那么在三下面划线 那么很明显 我们在五和六 三二和三下面都划了线 那么五和六 二和三 它两个都是纳实均衡 那么更极端的一点方法 对吧 我把下面这几个书都写成一样的 我这四个都是纳实均衡 所以说 它可能是唯一的 它也可能是不唯一的 这里面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介绍了存在性和唯一性之后 我们继续来看 纳实均衡的第三个特性 稳定性 稳定性是指 在完全性态信息薄疑中 如果纳实均衡存在 则它可能是稳定的 也可能是不稳定的 什么情况会导致纳实均衡 它是不稳定的呢 我们之前说了 在其他人不改变策略的情况下 任何一方都没有改变策略的这种激励 那么按照我们从概念的角度理解 它应该是稳定的 对吧 那么其实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例子 这个第三个的例子和我们第四个的 第二个例子有支付举认是非常类似的 所区别的只是 假他在已选择不合作时 他选择合作的支付由一变成了二 所以他在这个假已选择不合作的时候 他的条件策略是合作和不合作 这两个都是他的条件策略 他可以选择合作不合作 也可以选择不合作不合作 那么我们就来看 在达成不合作不合作 这个纳实均衡时 乙的收益是三 假的收益是二 这个时候 其实假他没有这个激励去改变这个组合 比如说改到二四这个组合 因为这个时候虽然乙的支付提高了 但是假的支付没有提高 但是我们为什么说他是不稳定的呢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 乙的支付有明显的提高 所以他完全可以和假的支付没有恶化 对吧 所以他完全可以通过这种跟假的商量沟通 对吧 让这个支付向这个支付转移 通过假由不合作选择合作的策略 去提升乙的效用 假的效用本身没有恶化 这是他存在的一个不稳定的情况 所以他可能是稳定的 也可能是不稳定的 取决于这个支付矩阵的形状 第四个 纳什均衡的最优性 在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中 如果纳什均衡存在 那他可能是最优的 也可能不是最优的 我们回到我们最初的这个例子 对吧 这是我们最开始接触 去学去掌握纳什均衡时 用到这个例子 假以合作的支付是五六 不合作的支付是一五 假不合作以 假合作以不合作得到的支付是一五 假不合作以合作得到的支付是七一 假以不合作得到的支付是二三 在我们最初的例子中 我们求解出来 它的均衡是 纳什均衡是 假以都选择不合作 它的支付是二三 但是很明显的 这个时候 这个二三的支付 是列于五六的支付的 如果说假以他同时改变策略 都选择合作的话 那么他的收益会明显大于二三的支付 但是我们说了 纳什均衡是什么 是任何一方单独改变策略 另外一方 在其他人另外一方不改变策略时 他的策略不会优化 那么 如果假不改变策略 一改变策略 那么 一 他只能 他的支付由三变到一 平白无故地提高了假的支付 如果说 以不改变策略 假改变策略 他的支付由二 降到一 都会使自己的支付恶化 所以 虽然他是一个低效的 但是他依然是一个 纳什均衡 依然是一个 很难改变的纳什均衡 所以 他虽然是纳什均衡 但他不是最优的 这一点 非常关键 是这个四个点中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 在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中 如果纳什均衡存在 虽然存在 但他可能不是最优的 这是我在一开始 给大家渗透的概念 对吧 我们说了 可能纳什均衡存在 如果双方同时改变的时候 他可能效益最高 那么 虽然他是一个纳什均衡 但他不是最优的 这是纳什均衡的最优性 即纳什均衡 他可能不是最优的 这一点 需要大家多多注意 那么 在了解了 纳什均衡的特性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纳什均衡的进一步的拓展 我们来了解一下 纳什均衡和社会福利的关系 首先 我们回到 我们最初的 这个囚徒模型的 这个基本的模型 对吧 首先 我们来看 囚徒模型 与社会福利 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先把囚徒模型的这个纳什均衡 求解出来再说 囚徒模型还是 囚徒困境这个模型 还是按照我们最初的一个假设 两个嫌疑人犯了错 解他把他们抓住了 分别进行审问 他们可以选择坦白和不坦白 坦白了 从宽处理 不坦白 从严处理 那么如果两个人都选了坦白的话 都从宽处理 每个人判八年 如果说 一个坦白了 一个没坦白 坦白的这个人 有立功表现 就不判了 没坦白的这个人 从严处理 判二十年 如果两个人都不坦白 证据不俗 那只能每个人判一年 那么这是一个囚徒困境的模型 我们把它支付决认写出来 按照我们的划线法 去找他的这个纳势均衡 首先来看 区分出加义的支付决认 甲的支付决认 负八 负二十 零 零 零 负一 对吧 负八 负二十 是义选的坦白时候 加选的坦白和不坦白的 零和负一 是义选的不坦白时 加选的坦白和不坦白的 义的支付决认 负八 零 零 负一 对吧 负八 零 是甲选的坦白时 义选的坦白和不坦白的 负八 负二十 是甲选的坦白时 义选的坦白不坦白的 零 负一 是甲选的不坦白时 义选的坦白不坦白的 那么 画线 先画假的 在义选的坦白时 甲选的坦白和不坦白 画哪个 画负八 选择坦白 在义选的不坦白时 甲选的坦白 甲选择坦白是零 选择不坦白是负一 选哪个 选坦白 选零 那么在甲选的坦白时 余选的坦白是负八 选择不坦白是负二十 选哪个 选负八 对吧 负八明显要大于负二十 所以选坦白 在甲选择不坦白的时候 一选择坦白是零 选择不坦白是负一 所以 一选择坦白 选择这个零 这里面 给大家 在说一个之前 大家需要注意的地方 因为 大家可能会有困惑 我们如果要把它拆分改看 甲的支付矩阵 我把用Y代表坦白 用N代表不坦白 甲的支付矩阵 它是 这样的 就是 纵坐标是甲 横坐标还是乙 一不坦白是 它是零 负一 这样我们去找 它的这个 呃 画线 对吧 会画出这样的 而乙呢 乙在我们这个过程中 我们按照那 之前那个方法说的是 按列画 对吧 其实 它是把默认 在写这个表的过程中 把乙进行了一个转置 它默认写成了这个样子 所以它说在每一列上画线 然后再找回来 但其实我们在操作过程中 对于甲来说 我们怎么样 是在列上画线 而对于乙来说 我们是在航上画线 对吧 比较 航上的两个数 去进行画线 而对于 甲来说 我们是比较列上的一个数 来进行画线 这个 是 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就是 我们 那个说法 是 那个做法 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我们不把它拆成这种 甲乙的两个单独的矩阵 而是 笼统一的放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是 甲是比较这种 航上的数字 然后去画线 甲是比较这种列上的数字去画线 以是比较航上的数字去画线 归根结底 怎么说 还是去找它的这个条件策略 和它的条件策略组合 对吧 因为 你在 甲选定的情况下 你的 这个两个选择都是在 航上的 所以才要去在航上 去找 这个条件策略和条件策略组合 这个 希望大家能明白 那么 很明显的 我们找出了 在这里面 我们找出了 我们的条件策略组合是什么 是 负八 负八 对吧 那么很明显看到 对加以这两个参与人来说 他们的最优的 我们不管是不是纳税均衡 最优的策略是什么 是负一负一 对吧 两个人都不坦白 然后 两个人都 没有为自己的罪行 承担后果 那么 我们看到 这个纳税均衡 是怎么样的 它其实是 不利于参与人的 因为 这个纳税均衡 得出来的是 两个人 都必须为此多付 七年的刑期 但是怎么样 但是 由于这个纳税均衡的存在 坏人 他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因为他坦白了 他就该得到 这个八年的处刑 所以说 他得到应有的惩罚 对于整个社会来说 他是有利的 但是他 不利于参与人 所以 纳税均衡 与 这个社会福利的 第一个关系 典型的 囚徒 困境 怎么样 大家 记住这个结论 他是 不利于参与人 但是有利于社会的 那么 我们继续来看 第二个例子 广告大战 假设 加以两个厂商 他们可以选择进行广告 可以选择不做广告 如果两个人同时做广告 那么他们两个人的收益分别是7和7 如果假做广告 以不做广告 假的收益会比以高 那么假的收益是12 以的收益是5 同样的 如果假不做广告 以做广告 那么假的收益是5 以的收益或者支付 我说的收益和支付 其实是一个概念 以的支付是12 如果两个人都不选择做广告 那么他们不需要花广告成本 也没有广告之间的竞争效应 两个人的支付都是10 我们还是来看他们的纳实均衡 首先来看假 7和5选7 12和10选10 也就是说 在以做广告的情况下 假的条件策略是广告 在以不做广告的条件下 假的条件策略还是广告 那么对于以来说 7和5里面选7 12和10里面选12 也就是说 在假做广告的条件下 以的条件策略是广告 在假不做广告的条件下 以的策略还是广告 那么很明显 最终纳实均衡是什么 是假以都做广告 我们可以看 首先假以都做广告 不是一个最优的纳实均衡 对吧 虽然它是纳实均衡 但是它不是最优的 假以可以都不做广告 这样它们的收益 就都达到了10 纳实均衡降低了 它们共同的收益 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我们看 由于它们做广告 也要进行花费 它们也要进行一些投入 也需要成本 对吧 那么它们本来可以 不做广告的 本来可以获得更高收益的 如果说它们都不喜欢做广告 它们的收益都是10和10 那么至少它们两个就有整个有20的收益 或者20的支付 如果都选择做广告的话 它们两个只有14的支付 相当于怎么样 社会上的资源 由于它们两个的竞争 由于它们的广告大战 怎么样而被浪费了 所以说 这种它是既不利于参与人 也不利于整个社会的 那么这是纳实均衡 与社会福利的两个典型的例子 一是囚徒困境 它不利于参与人 但有利于整个社会 二广告大战 它不利于参与人 也不利于整个社会